福音館的老法基礎是全台灣館市的第二名 為了照顧在市場提醒他們的身心健康 館戶由一百塊四年度開始開辦老人士頓 這項進市的一定到中部的困難 我們有一個鼓勵來這裡大家一起吃飯 吃下去就好,還有快樂 館長也有關心,館長也有關心 館長也有關心,館長也吃得好 不錯啦,服務吃得好 不過一個老人要生意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因為過程會遇到很多困難 輕微來源這個是最主要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今年老人共餐 我們已經吃第六年了 都是自力更生,政府的資源非常少 每年當然有補助一些米食 但是我們的設備,像廚房設備 這個米放久了會長蟲 因為一年才補助一次 還有廚房設備也不夠 當然專用廚房跟餐廳就是很需要的 他申請的程序是比較繁瑣 那我是希望說如果說長青食堂 申請的程序可以比較簡化一些 讓有心想要推動的人 能更快的來服務這些長者 老人市長會開辦在地上衛生民眾的支持 尤其是住在外地打拼的嬰兒和孫子 都很高興管戶可以提供這項進程序 但是申請的規定有很多困難 衛生社區就選擇放棄 也讓民眾感到很高興 很多社區也想成立這個長青食堂 希望政府可以放棄這個標準 那行動不便的老人可以就近用餐 享用這個福利 管戶希望接下來可以做到一鄉定最少 有一個老人是能提供四大用餐 來照顧在中部的健康 不過對大地比較偏向的視頻來說 這項好理率是看得到吃不到 到底要如何做 可以想好弄過到 也可染到我們的政府嗎 記者 國相片 彩虹不得